谢贤前女友Coco尽照曝光,成千万富婆跑去相亲,却无人敢娶,分手前后生活差距太大。 谢贤堪称香港娱乐圈半个世纪繁华的见证者,从粤语片到国语片,从黑白片到彩色片,都有她的影子。 同时,她的人群阅历也特别丰富,既被称花花公子玩世不恭,又被评价心态获达极重一表,是老已被艺人中的艺类。 她的情诗远比儿子谢霆锋要丰富很多,论巅峰时期的当红程度,也要比儿子出色。 除了年轻的时候风流度寨,桃色新闻一大推之外,到了老年,谢贤还找了一个比自己年轻太多的女朋友。 这对老少恋一直是娱乐圈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,不过小编有时候就会想,谢霆锋面对Coco的时候,对Coco到底是怎样称呼? 但令人遗憾的是,这对老少恋在坚持了十几年之后,却最终分手,还是谢贤公开宣布的。 谢贤表示,自己年纪也大了,很多事情都已经力不从心。 而Coco还很年轻,陪在自己的身边也着实委屈了Coco,于是谢贤和Coco和平分手。 和Coco分手之后,谢贤安安心心地生活,偶尔还出去旅游,生活依然自得,十分安逸。 虽然外界一直传言说谢贤并没有给Coco任何一点东西。 但是圈内人都知道,谢贤还是给了Coco一笔生活费的。 据说有两千万,不过不知道这笔青春损失费,Coco拿到之后,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? 但是比起如今谢贤的安逸生活,Coco的生活就有些惨不忍睹了。 虽然拿着千万的分手费,算是一个小小的富婆,但那又怎样,毕竟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已经不在了。 今年的谢贤已经82岁了,据说Coco比谢贤小49岁,今年的Coco也才33岁,33岁什么概念? 如今有些大龄圣女恐怕还没有结婚吧。 但是近日有网友在网上爆料说,前些日子相亲的时候遇到过谢贤的女友Coco,不过一见面就认出来了,之后两人便不了了之。 虽然此消息看起来很像是炒作,但是如今单身的Coco肯定还是需要找一个男人度过下半生的,相亲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。 不过虽然有着谢贤给的青春损失费,但小编觉得,Coco想要嫁个好人家,还是有些困难。